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ZZLab,我是振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在Final Cut下如何去剪一部片子 我们会以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去快速的把这个流程介绍一遍 好的,那在你观看节目的同时呢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订阅小猫的频道 ZZCAT777 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你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 首先我们设置一下Final Cut的偏好设置 在导入这一项 这里我要讲一下 我们一般呢是把这个剪辑的素材 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硬盘上 让你的主机跑起来更快一点 好,这里呢我会从打开Final Cut开始 一直到输出文件 给你快速的讲解一遍 好,首先呢我们打开Final Cut 然后我们点文件 点新建资源库 新建资源库呢我们要在这起一个名字 我们就叫它Test 1 好,新建完资源库 这有一个新建项目 我们可以点一下新建项目 然后起名字叫001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要剪的素材 直接把它拖进去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剪辑 剪辑的时候 如果想把视频切开 点鼠标这里 选切割 这时候你的鼠标就变成一把小刀 它就可以把你的视频切成很多段 切割完之后呢 再点回来 然后可以把没有用的删掉 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两边 左右拉 找到有用的段落 OK 这个位置是调整视频的缩放 我们可以在这里把视频放大 或者缩小 这时候我们看右上角 右上角这里边 混合模式呢 一般我们不用管它 然后下面这个透明度 它是指你整个画面的透明度 这并不是变黑了 而是变透明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视频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去改变它的透明度 好 当它透明之后 露出的就是下面的画面 这里有一个变换 变换呢 指的就是有它的坐标轴的位置 你可以点开这个钮 点开这个钮之后 我们的这个视频 你是可以随便的放大缩小的 而且也可以旋转 拖出这根棍就可以旋转 然后下面有一个裁剪 裁剪呢 点开这个钮 你就可以任意的裁剪 这个呢 就是退回 还原 好 下面有一个变形 变形呢 它可以把你的图片拉瘦 拉胖 或者拉扁一点 OK 防抖动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画面很抖的话 你就可以点开这个防抖动 这里我要讲一下 Final Cut里 你要调整某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要先选中这个视频 让这个视频有一个黄块 然后再去右边调整这个属性 如果你的光标留在这里的话 你即使在调整这个视频 它也不会有变化的 我们是看不到变化的 所以你必须把光标挪到这里 这时候你再去修改你的视频 你才会看到变化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转场 转场的意思呢 就是你从A视频到B视频 给它一个效果 转场在Final Cut右下角 这儿有一个像横着的漏斗似的 这么一个转场的开关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很多的转场 都是它自带的 当然你也可以装插件 我们找这个闪光 把转场放到两个视频的接放处 我们看一下 好的 这个转场就添加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转场太快的话 想让它慢一点 这时候 拉住这个转场的左边或者右边 这样拉它 再播放 这时候它就变慢了 双击这个转场中间的位置 会把这上下两条拉出来 你可以在这儿调整 转场的长度 也可以在这儿调整 你这个前面一段影片的长度 或者是后面一段影片的长度 然后再双击这个位置 就回来了 下面我们讲一下视频特效 在转场边上 这个按钮 就是视频特效按钮 这里边有很多效果 把这个效果 拽到视频的上面 这时候 这个视频效果就被添加上去了 在画面的右上角 这儿可以进行效果的调整 我们现在再讲一下 给视频加字幕 按这个T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字幕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一个3D字幕 我们就把字幕 放到这里 把字幕条直接拖到你想要加字幕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要放到最前面 然后把鼠标 个光标停留在这 让这个时间轴停留在这 然后双击你的字幕条 或者在这里 都可以直接更改 好 这个字幕我们已经加好了 每个字幕的设置可能不太一样 你都可以在这个右侧这里边进行更改 它有很多设置 这里我再要讲一下关于音乐 我们放一条音乐在下面 音乐的声音如果太大呢 这有条线 当你的鼠标出现这种上下箭头的时候 你就可以往下拉 让这个音乐的声音比较适合 OK 音乐如果不够长怎么办 Opation键 直接拖 把音乐复制一段 然后再复制一段 音乐的弹入弹出怎么解决呢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小钮 这就是弹入弹出 当你把整个视频都编辑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文件输出了 输出的时候 可以直接点这里 选5版文件 然后在设置这里 选网页托管这一项 这一项的文件呢 是比较小 但是它的画质呢 基本上没有损失 去找到你要输出的位置 然后给它起一个名字 然后点存储 然后点存储 好 我们看这里 这有一个圆圈 我们可以点一下 在这里呢 你就能看到你这个视频 它在输出压缩的过程 到底进行到一个百分之多少的一个情况 好了 那你大概等个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啊 关键看你这个视频的长短 你这个视频就可以完全的正常的输出了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订阅小猫的频道 JCCAT777 有什么问题呢 就给我留言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